新冠肺炎疫情 台湾风暴在起 是会有一点恐慌 病毒冲破社区防线 我们以前只看到有症状的这些病患 但是没有症状的潜伏起 很多还在各地在酝酿中 疫苗成为防疫关键 抗病毒药物还没有出来之前 施打疫苗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要全民动员来积极抗疫的时候 上井罗斯全民防疫 挺住台湾 我是陈喜军 请锁定华视新闻杂志 感谢观看